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们的努力下 这里每天有近10万吨的铁矿石被运送上岸 2007年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这个港区只有15个博位 但现在已经发展到28个博位了 也就是说每年基本是按每年新增一个博位这个速度在发展 像今年我们还有一个20万吨级的博位在建设 估计明年就能建设完工 经过多年的发展 防尘港已经成为西部最大的港口城市 并形成了多种产业布局 我们重点打造铁矿石有是金属煤炭以及进口的大豆 那我们在我们港口聚集了一大批的零港加工企业 有钢铁的加工 有大豆的加工等等 为什么众多钢铁厂会选择防尘港呢 国外的铁矿石进口一般依赖于海运 铁矿船船体比较大 必须有深水码头安线 如果能从海上直接用皮带机运输到场 可以大幅度节约成本 以柳岗为例 外省的铁矿石到防尘港的成本 比到柳州每吨节约三四百元 按一千万吨产能计算 每年可节约成本开支三四十亿元 仅五年时间就可以收回钢厂的投资 港口区的地面上堆放着各种框 但是这里却不见阳尘 如何做到这点 这与当地严格的房屋标准有关 大家看风特别大 甚至我觉得有一点冷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我后面的这一大片霉 它竟然一点阳尘都没有 这是怎么做到的 对 就是说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风力有七级风 但是我们这个霉堆 矿堆是没有阳尘的 那我们主要是采取 一个是伤盖 用这个网 防尘网 把它伤盖住了 另外一种喷一种叫解壳剂的化学品 使得在堆头的表面形成了一层壳 那这个风吹过来 它就没有阳尘了 成本的降低 严格的环保标准 以及强大的吞吐能力 促使众多钢铁厂 直接将加工基地搬迁到防尘港 未来的防尘港市将成为中国沿海 钢铁生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钢铁厂的到来 还卸了一批钢结构加工厂的入住 他们来到这里的重要原因 就是可以直接从防尘港获得钢铁 从而节约物流成本 在防尘港中医重工有限公司的车间里 我们见到了一个体育场的模型框架 这是有着小鸟巢之称的 虫左式体育中心体育场 这项工程于2018年9月竣工 使用的钢铁全部来自防尘港 这个外景 这是广级少数里面的帽子 它这个外面 它要装上那个锁板 锁板以后 看上去就是一个帽子 南卒钢是一个钢结构设计师 他参与了这项工程的建设 自建厂以来 他已经在防尘港生活了十多年时间 在他的办公室内 放置着各类建筑模型 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 不害桥 不害桥就是 全部是钢结构里 这个拱梁啊 它也是这个 1米5成2米的这个箱形结构 我还看到那边有一个 非常漂亮的旋转楼梯 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 南临机场的一个先生楼梯 这个看上去是简单 它制作起来 因为它和设计和别人不一样 这个楼梯它设计就是什么呢 它是 一个是钢材比较厚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厚度 钢材比较厚 钢材厚的就是 它是一个20厚米钢板 这个加工量就是难度比较大 从防尘港的码头运来钢铁 工人们直接在车间内完成焊接 从而运往西部各地的施工现场 十多年的时间 这家工厂完成了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 也见证着防尘港的蜕变 当初我们来是个小渔村 就我们这个厂代的时候 其他的位置几乎没什么 过年过节了都没有 几乎没有人 都包括这个商店都关门 都没有几个商店 没有几个 现在生活不方便 这个企业来这已经待了十年了 所以说对地方建设 还是有所贡献的 防尘港的众多钢结构工厂 不仅服务于本地 还不断拓展海外市场 越南硅人工业厂房钢结构项目 台塑越南高炉钢结构项目 柬埔寨净水器工程钢结构项目的工程 涵盖东盟多国 走向国际 意味着必须参与全球竞争 也意味着更高的技术标准 在此过程中 一大批青年人才成长起来 我刚来到这个工作间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惊讶 你看后面有这个工匠报告 还有前面像艺术品一样的 你们的作品 对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 就是说在训练当中 所练习的作品 要把学员下放到我们车间 但是我们首先要通过我们的工作室 进行考试 考试通过以后 才能下放到每个车间 去开始作业 如果它那个车间里面不合格 我们再继续返回来 返回来以后 然后我们再培训 直到它合格为止 王晨宇于2013年7月 参加世界汉工技能大赛 取得第五名的成绩 陈丹青在2015年5月 参加中国技能大赛 第十二届全国工程建设系统 职业技能竞赛中 获得汉阶项目的赢奖 这些青年工程师 为未来防尘港的发展 奠定了人才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